家到公司也很近 你开吧 每天就一两公里 天天短途行驶 对车子好像也不好 你不开吧 车子一直在那边停着 也好像比较容易出问题 这两种情况 哪一种对车子的伤害更大 今天我们聊这个东西 那先来说 假如选择停着不开 车子可能会出哪些情况 首先就是电瓶 你车子就算是停着不动 像ECU防盗系统 一些传感器 它也是在工作的 是会产生一些静态电流 就好像我们睡着了 新陈代谢也不是完全停止 心脏也是在跳的 呼吸也是在呼吸段 那于世运吴振云发表在期刊 汽车使用技术上面有篇论文 车辆静态电流参数计算方法 解析里面有讲到 这目前市场上主流车辆的 静态电流参数 在10到30毫安之间 再加上电瓶本身的自放电 两种损号加在一起 车子停两个月 电瓶可能就亏电打不着火了 这个时候交个师傅过来搭电 三五十块钱是起步的 过年过节绝对不止 而且每一次亏电 它都是会缩短电瓶寿命的 陕西科技大学白冲硕士论文 冲放电控制策略 对蓄电池效率和寿命的影响 研究里面 他做过实验 电池放电深度为25%的时候 电瓶的循环寿命在1500次左右 当放电深度为100%的时候 这循环寿命就只有250次了 换句话说 你亏一次电 损耗差不多相当于正常冲放电6次 那要是亏电次数多了 电瓶报废了 换个新的电瓶 便宜的三四百跑不了 你要带个起停功能 价格贵一倍 有可能甚至不止 如果停的时间久一点的话 超过半年的话 车子的轮胎 有可能也会出问题的 长期停放 整个车子的重量 全部集中在轮胎和地面 接触的那一小块 就像我们站着脚受力 这轮胎它不圆 它受力不均匀 它确实会变形 车子网上就有类似的投诉的 车主在路虎4S店 买了一辆进口路虎新卖 这辆车子 因为在4S店库房停了 5个月的时间 导致轮胎受力点变形 车子高速行驶的时候 车身会出现强烈的抖动 最后就只能换轮胎了 我们就不说这种豪车了 10来万的家用车 换个轮胎 每条30百块钱也要的 我们再接着讲 要是我们停车的环境不好 它对车子的伤害 可能还会更大 1818黄金眼 在2019年报道过一个新闻 萧山的李女士 出差前把车子停在地库 由于太过潮湿 仅仅就停了20多天 煤均就爬满了整个方向盘 座椅还有脚垫 甚至发动机上面都有一点了 最后去七修店 里里外外都清洗了一遍 花了1500多块钱 所以说这个代价和风险 的确也是存在的 那么我换过来看 那我不停 我开 但是就只有每天一两公里的话 它有可能会出什么情况 首先车子的保养周期 有可能要缩短一点 我们花在保养上的钱 有可能会更多 你比如说 本田飞度的保养手册 它里面有提到过的 如果每次行驶里程在8公里以下 或者在零摄氏度以下的环境 行驶16公里以下 就属于在恶劣条件下行驶了 必须缩短机油 机率和变速相有的更换周期 换句话说 正常情况 我们比如说 6个月做一次小保养 换自由 但如果我们每天就开这么短 短途行驶 三个月就要去做一次保养了 非都这种4S店小保养 一次400多块钱 那一年就多花800了 是吧 那除了保养更频繁 车子经常这么短途的去行驶 也是更容易积碳的 吉林大学杨琪有篇硕士论文 发动机积碳治理与评价方法研究 里面有提到 发动机在熄火的时候 喷油器并不是马上就停止喷油的 车载电脑会控制燃油泵 延迟工作2到3秒 以保证燃油系统必须的燃油压力 但是这部分燃油并不会参与燃烧 如果遇到发动机温度不够高的情况 就容易低温氧化 形成积碳 那么短途行驶刚好就属于这种 华南理工大学的王学朋友 也捧说书论文 气道喷射式汽油及进气门 积碳机理实验研究及其预防里面 他做了个对比 单程行驶小于10公里的车辆 发动机熄火时的温度 约为90摄氏度 冷却20分钟后 温度降低10摄氏度 而单程行驶30公里以上的车辆 发动机熄火时候的温度 约为95摄氏度 冷却20分钟后 温度也只降低3度 就好比我们接的热水 100度开水 肯定比80度的热水 量的是慢一点的 发动机温度本身比较低 降的也快 也就更容易产生积碳 那前面这么说的看下来 不管是长时间不开 还是每天开一两公里 对车子都有伤害 那哪种伤害更大 如果说只考虑账面的金钱损失 可能是长时间不开亏的钱更多 光换电瓶 轮胎的钱就800900去了 万一真的碰到什么 内饰发霉 洗车清洁1500的 算起来都超过两三天了 那每天开个一两公里 非常少非常短的话 无非就是每年保养 费用有可能高一点 刚才算出来是800块钱 积碳清理们 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贵的 抽时间顺道跑跑高速 买点燃油宝 维修厂里面清洁一下 总账算起来 应该是不会超过1000块 那实际上来看 抛开钱的因素 结论有可能又掉过头来了 长时间停车 不开对车子的伤害和损失 我们注意一下 其实它有避免的方法 你比如说电瓶亏电 我们隔一个星期 启动一下666车 或者说直接买个充电器 我就挂在那边充一充 电瓶它就不会出问题了 而长期短途行驶 对车子造成的影响 你就很难避免了 你总不能说 我开了一公里 到了公司 我在公司楼下 我先绕个15圈 绕到10公里以上了 我再进公司上班 没有人这么干 对吧 那机摊的产生 是由发动机供况决定的 除非你把发动机 换成电动机 不然你就比较难 规避这个问题了 那这里不是劝大家 车子不要开了 不要用了 买来嘛就是要用的 那天现在也冷 你就算是只有一两公里 你自己开车 肯定也要比大车 风中凌乱 是真的是要舒服多的 所以说也没有太必要 去纠结这个问题 车子该用的时候 就用就行 无非今天就是 让大家心中有个数 提前有个感觉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 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